剛剛我們寫的程式可以支援兩種型態的檔案 第一種是影像,一定要是JPG的 第二種是HTML 但是如果裡面有JavaScript,或有.js的檔,或者是.css的檔 那怎麼辦? 如果不是.jpg,是.png,那又怎麼辦? OK,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寫一個可以支援各種檔案的 至少我們清單裡面有的檔案 那怎麼做呢?跟剛剛很像 只是我要定義一個mime type 這個mime叫做 我忘記了,什麼多媒體,什麼交換之類的 然後呢,那種格式 那種格式呢,就是說.jpg檔 應該就是要傳回image.jpg .gif檔就是要傳為image.jpg png檔就是要傳為image.jpg svg是一種向量圖檔,就傳為image.jpg zip檔就是壓縮檔,就傳為application.jpg pdf sls就exale ppt powerpoint doc word 然後呢 js就test javascript css就test css htm一樣 test html html一樣 test html 所以 html 只是副檔名不一樣而已 但是內容都是html 那 一樣 我response這個沒有改變 那如果是二進位的檔案 二進位檔案像.jpg 我會用 會用這種傳回 如果是文字檔我會用 用直接end就好 直接end傳回 那 這裡面的程式基本上幾乎都沒什麼改變 但是 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看 我 用這一個函數做什麼事呢 用句點來把它分割 把整個字串給分割 什麼字串 就是那個路徑的字串 分割之後我取 最後一個 取最後一個欄位 那 最後一個欄位到底有什麼用 你 以這個字串而言 你看 譬如說我這樣寫好了 這樣子我用句點把它分開 對不對 那 不就分成了 這樣 一段 然後這樣一段 這樣一段 這樣一段 對不對 然後最後一段是什麼 最後一段是這個 所以 我取最後一個欄位 目的就是在取 它的 到底是HTML 還是JPG 還是GIF 我就想取這一個 取了這個幹嘛 取了這個我才有辦法正確的判斷 它到底 MIME MIME形態的傳回值 應該要傳為什麼 因為 我取了這個 然後 去字典裡面查 去MIME TYPE裡面查 把查到的東西傳回去 這樣才能正確的傳回 正確的MIME TYPE形態 所以我就Response的時候 請看 我Response的時候 然後MIME 就是 從那個字典裡面取出來的 那個形態 傳回去 這樣子 瀏覽器才能正確辨識 好 瀏覽器正確辨識的東西 才顯示的出來 好 那這個程式一樣 你要執行的時候 其實你剛剛如果下載 server.zip 你已經下載完了 這一個程式 只是它 叫File Server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把剛剛的程式結束掉 用Ctrl C結束掉它 剛剛是Image Server 現在我們改成用File Server 好 它的執行結果是一樣的 那 在這邊我一樣重新整理之後 我稍微把它弄小一點 對不對 這樣把它弄大 好 我把它弄小一點 我們把這一個 有沒有 我這邊 取得index.htm 它就pasteName就是index.htm 我這邊取image 它就pasteName就是image 而且它還同時在送出了一個影像的請求 對不對 那現在有人在取我的hello.image.jpg OK 有人看到 那如果你打一個不存在的檔案 譬如說 那它就notFound 對不對 這樣ccc.xxx 但是最後的結果 它找不到 就傳位 那它幫我給你 好 所以這樣就變成一個完整的靜態網站伺服器 好 那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們程式大概寫了大概50行左右了吧 可是 如果你使用更高階的套件的話 這個基本上程式可以說到五行就做完了 因為高階的套件本身就有提供靜態檔案服務器的功能 可是我們現在是自己重寫一遍 自己重寫一遍 所以 比較辛苦 但是你了解了比較低階的寫法的內行 那等一下我們還會再看更低階的 到底http裡面 這些訊息是怎麼傳的 我們待會再看一下 好 那現在就各位請去試試看 把你的程式架起來看看 這有人打的中文 你看這個是中文 好 好 那person13什麼person那個 通通都是中文 這個 所以如果你在網址上面打中文 就會呈現出這種東西 好 所以你其實必須要把這個東西解碼回來 不然的話 他的網址 就是網址是對的 但是到了你的檔案系統 你如果是中文檔名 可能就會有錯了 所以你要把它解碼回來 才查得到你那個 才有辦法正確的開啟你那個檔案 有人打點點點 這也肯定找不到 0.0應該不會有這個檔案 好 大概這樣 所以這個程式已經幾乎是一個完整的web server 只是他支援的檔案型態 就只有剛剛列表的那些而已 那你可以一直加 你可以加很大 你就把整個mime表格都放進去 他就支援完成 我是 famous 甜點 很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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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